李老師 蕙老師 好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我要先感謝的是 智能工簡略金站長和各位調整師 和開協師的各位書兄姐 我從大連12月17號 至長期階調整案調整 我有心力不忍 腳底筋膜炎 至長生節開課前 也就是過農曆前的數 有數目的腳底筋膜炎 全部好了 現在都不會通 當天開學第一天 上完課以後 第一件事情就是三想號 大家一定知道什麼事情 我一直到上面的時候就是 第一次 但第二次在捷運車廂裡面 就是也是這樣很長的時間 深入微小 應該是人家講的時候 講屁不錯 錯屁不小 結果呢 也如果到底真的喔 如果這樣 就沒有人就跑 所以應該如果不會錯 不然就所有人都跑光 就是這樣 那到了晚上 我在睡覺的時候 那個 已經差不多快11點 但是我這次精神裡面好 我想說 不然就是按這個7號卸道 然後又做那個換步 結果做了差不多有十分鐘左右 這個時候就開始躲 不是說小躲 大躲 一直躲 躲很久 但是就是 注重會停起來 停起來以後 隔一段時間 又開始躲 躲躲躲躲躲 差不多二十幾分鐘 又停起來 又開始躲 躲到我想 到最後呢 連這個換步的所謂也在躲 躲得很厲害 當時我太太是不是還沒有睡覺 可能她是怕死的 嚇死 就是這樣 但是我在 在第二天的時候 上課的那個 魏老師說 你可以 諸詢那個 老師 他們說 有什麼問題 去問老師 我那個請教他 我說 我幫你不是這樣 他搞不好 他說 你會傷腹嗎 真的 其實真的是這樣 我說 問題也不多 有心一不整 眼睛也滑 但是 那個 腳底已經火焰是好了 但是不常會滑 就是這三種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老師 老師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說 然後當初怎麼 就是接觸到長生學 就是 朋友介紹 是 但是我就說 好 走這條路走 剛剛 本來 初心啊 吃了那個 那個 品質睡還是很差 是 10點睡 12點半就已經 上來做了 沒有辦法睡覺 所以 睡的一個品質 其實也都不好 對 那學了長生學之後 你覺得 對睡眠有改善嗎 我有改善一點多 因為我都是 但是我 睡覺的時間 都在 4點多 我自己就起床 起來 睡飽了 對 精神很好 所以在做這個 長生學以後 走路更輕鬆 就是這樣 是 那當初你 剛剛有提到說 你這經膜眼對不對 對 經膜眼到時候 那當時怎麼困人 自己的生活 就是 就是 左路啊 就有一點點痛 但是 如果 那個站的時候 就不能站得很久 是 對 那 您接受調整的話 或者您自己調整 是怎麼調整的 大概多久時間 調整 那個 我是去年的 12月17號 但是 我們都 我自己沒有調整 都是站 站裡面 去調整站 對 學長幫我們做的 是 是 那大概都幫您一次 放哪些誤位 七號穴嗎 七號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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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 腎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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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號 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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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每次大概多久時間呢 我當時 賺到了 我去的時候 他們說有時候 做一個拜小時 有時候可以一個小時 喔 所以有沒有感覺說 我們調整三號師公 之前這些醫工們 他們其實付出這些礙事 都不求回報 對 那請教一下 您虛擬不整的話 用常識學調整以後 有什麼樣的改善嗎 這幾天 也有改善 所謂再放上去的時候 不會抖 本來當第一天晚上抖得很厲害 抖得很厲害 那大概調多久以後 就不抖了 對 就是已經 我差不多十一點開始 那應該抖了 抖到差不多凌晨的 四十分 所以一小時 又四十分 就不抖了 對 那能量真的是非常的好 效果非常的好 好 那謝謝您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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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